据中国台湾网报道 中国国民党2020败选 国民党内有人喊出抛弃九二共识 另提两岸新论述 前立委邱毅对此评论 在政治领域上 国民党的两岸论述 若和民进党没有市场区隔的话 国民党根本就没有立足空间 九二共识等于是国民党的品牌 但国民党现在有一点进退失去 邱毅从几个方面分析原因 首先国民党向来善于打顺风战 遇到逆风就慌乱 甚至会对本身的论述失去行星 也就是国民党被打蒙了 对原来坚信的九二共识产生质疑 会想换个公司品牌 其次国民党发现年轻选票大量流失 为了想重建年轻人对国民党的向心力 所以有人认为要改九二共识 所以指出从市场区隔来说 本来台商是比较支持国民党的 但如果有过于偏激的主张 国民党对台商的吸引力就会消失 而且在台湾的陆配约48万人 台商达200多万人 都会在国民党尚未取得新的市场支持前 先失去支持 国民党在年初台湾地区两项选举中败选后 国民党内出现所谓九二共识过时 欠缺弹性 台湾需要重新平衡两岸定位等论调 国民党针对败选进行探讨 本无可厚非 但万万不可找错并造 开锁药方 并急乱投医 尤其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影响深远 不能不慎重对待 分裂没有前途 台独没有出路 风物长移放眼亮 国民党因登高望远 看清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 看清祖国必将统一的大势 自决担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两岸人民谋福祉 为台湾地区谋和平的历史使命 与大陆方面一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国民党唯有坚守初心使命和正确理念 才是救亡图存的正道和妄道 黄岸国筹有充赏额